大家好,我来自老娃,在杨玛丽 是想吸到媳妇 我看到一个老娃的男人,他直播 他不是在这个平台直播的 他是在两万一个平台直播 然后呢,他在骂我们老娃女孩嫁到中国 他不是骂我,可是他骂大部分的老娃女孩嫁给中国男人 他说,中国男人不会要爱我们一辈子的 为什么老娃男人这么多,我们不嫁 凭什么要嫁给中国男人,到底他们有什么好的 嫁给中国人,嫁到中国来就不爱老娃 不爱自己的国家 以后在中国这边,如果被中国人欺负了 还是离风,不用回老娃 都不爱自己的国家,都不嫁给自己国家的人 都嫁到中国来了 以后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用回国了 他骂的时候呢,我听到我也是有点生气,也有点好笑的 我们嫁给中国男人不是我们不爱我们自己的国家 嫁在国内和嫁在国外 跟爱不爱国家没有关系的 每一个人都会选择给自己的感觉走 所以我们是老娃女孩 可是我们爱上了中国男人 嫁到中国来,这个我们也没有错的 然后他说,我们这些老娃女孩嫁给中国男人就是太笨了 才嫁给中国人,中国男人不会的要爱我们一辈子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 所以,嫁给中国人和嫁给老娃人 都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的要爱我们一辈子 不知道我们哪一天要分手 还是要在一起一辈子 这个每一个人都不知道的 在老娃呢,也有很多的老娃女孩嫁给老娃男人 不过,呀过不到一辈子呀 才两三个月 还是一年两年,呀离疯了 有时候呢,都没有离疯 老娃男人又娶了一个小老婆回来 所以人好坏,跟国家没有关系的 两个人在一起都是有感情,有爱情在一起的 如果哪一天没有感情了 我不爱你了,你不爱我了 那就放手呗 你不爱了,还有别人爱的 我不喜欢你了,可是还有别人喜欢你的 所以呢,如果走不到一块了 就分手,就离疯 人生活都是这样的嘛 在哪国都会有接风,有离疯 在哪国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老娃女孩大部分的 现在为什么选择嫁给了中国男人 你想知道,中国男人好在哪里吗 今天我想告诉你,中国男人没有欢欣 不是所有的中国男人都是一样的 可是我自己感觉到的 在中国,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没有欢欣的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老娃女孩都想嫁给中国男人 因为他们想嫁给一个没有欢欣的男人 然后我在晚上也看到了一个中国的女孩 他发了几家照片,就是外国媳妇的照片 然后呢,他就在上面写字说 现在怎么这么多的中国男人 除了外国媳妇 不怕他们跑吗 我现在真的不明白了 我们在写跨国欢迎这些人 为什么在哪里都被人骂呢 在中国这边有一部分的人就是 不喜欢我们这些外国媳妇的 然后在我们老国的国家 有一部分的人不喜欢中国女秀的 我们这些外国媳妇,中国老公就正常被网友骂的 我们就是和我们的爱人在一起 和我们喜欢的人在一起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 也没有得罪你们的 为什么有一部分的人就看我们 这些外国媳妇,中国老公看得不顺眼呢 中国男人除了外国媳妇不怕跑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的 那你吃饭你不怕你咬你的石头吗 你也不怕呀,你想吃什么也吃了呀 你哪一天要咬你的石头你都不知道的 所以国内的媳妇和国外的媳妇 谁要想跑都不知道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哪国都会有好人有坏人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上 每一个人不管是在哪里,在哪国 就是有接风,有离风 你说半接风中的时候呢 这边就是半接风中的 这边就是半的离风中的 他们都会准备好了两个房间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接风和离风的 所以我们哪国都会有这个两个房间 准备好了给我们所有的人用的 如果嫁给了一个男人 一开始他很爱你的 可是后来呢,也不爱你了 也不放你走 也不给你离风 叫他爱你他不爱 叫他离他不离 那怎么办 跑呗 你不跑那你就在他家 诉委屈,诉罪去 叫他欺负你去 如果你不想诉欺负 不想诉这个罪呢 就跑呗 这样的男人 不管是处中国媳妇 还是外国媳妇 都一样的会跑的 如果你嫁给了一个好男人 对你很好 你两个人有感情 相亲相爱 一家人在一起 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两个人在一起 幸福开心 那谁让一跑啊 肯定都没有人让一跑吧 找到这样的男人 我们每一个女孩 都是想有一个好老公 想找到一个 真心爱我们的男人 今天呢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谢谢点赞和关注 拜拜啦